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系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针对相关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 为您深入解读 距离台湾2024选举仅31天 蓝营内部呼喊郭台铭归队的声音不绝 侯友怡后援总会会长王金平日前 更是邀请曾经力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选的人士前来参序 也被外界解读与挺郭派和解 蓝营团结气势大震 反观民进党 赖萧佩打出所谓国际牌维持现状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招了吗 时事评论员赖月谦为您全面分析 2023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中央多部委及福建省先后出台政策措施 推动意见落实落细 我们推出系列专题节目《成为一家人》第三季 继续为您讲述福建如何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故事 今天播出第三集 扎根大陆台青寿燕轩 有梦有爱 有家有未来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我们首先来关注 当地时间12月12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越共中央驻地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如约而至 完成同阮富仲总书记的第三轮互访 作为同志家兄弟 我们为越南革新开放近40年 特别是越共十三大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 感到由衷高兴 中方坚定支持越南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为首的 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越南党和政府一定能顺利完成 越共十三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为实现越南建党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 中越两国在各自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持 在彼此改革开放和革新事业中互学互建 越中情义深 同志加兄弟 是中越关系最生动写照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越关系 当前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越两党作为世界前两大执政的共产党 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都在领导各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更应该从壮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确保各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行稳致远的高度 把握中越关系的特殊战略意义 扎实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进入政治互信更高 安全合作更实 互利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 多边协调配合更紧 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新阶段 中越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并为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 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提出几点建议 政治上要把准方向 要坚持高层战略引领 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建 共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安全上要深化互信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确保社会主义红旗颜色不变 全力防范化解遏制各类政治安全风险 中方坚定支持越南 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 相信越方将继续支持中国 反对外部干涉 坚定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务实合作上要提制升级 14亿多中国人民整体迈向现代化 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巨大机遇 中方愿同越南同志分享机遇 共谋发展 欢迎越方积极对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 双方要共同实施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构筑安全稳定 畅通高效 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方将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赴越南投资兴业 希望越方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民意基础上要加大投入 中越合作要多向农业 教育 医疗等民生领域倾斜 加强青年 旅游 地方等领域合作 增加两国民众对中越命运共同体 两党两国传统友谊的了解 增进青年一代之间的感情 夯实中越友好的民意基础 国际地区问题上要密切协作 中越两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既是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 也得益于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特别是和平稳定的亚太环境 中国不搞排他性小圈子 不搞集团政治 不搞阵营对抗 愿同越方加强多边合作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提高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涉海问题上要管控分歧 双方要积极探讨 并开展更多海上合作项目 努力推进海上共同开发 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 转化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机遇 阮富重代表越南党国家和人民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 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周年之际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并再次对中共二十大取得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创新成果 表示衷心祝贺 阮富重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国取得全方位成就 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越南为兄弟的中国感到由衷高兴 越方坚信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必将如期实现中共二十大确立的各项目标 并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阮富重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 世界上杰出的领导人 也是越南人民尊重和敬仰的同志和朋友 无论是在中共二十大后第一时间邀请我访华 还是如约第三次到访越南 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对越南的特殊友好感情 以及越中关系的高水平 越中情义深 同志加兄弟 不久前 我亲自去友谊官 种植友谊树 也是希望以此彰显 越中两国的特殊兄弟情义 释放越中特殊友好的积极信号 感谢中方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支持越南革新开放和工业化 现代化事业 并在越南遭遇新冠疫情等困难时期 提供宝贵帮助 越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涉港 涉疆 涉藏等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 越方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希望并相信中国将保持稳定发展和繁荣 越南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越方愿同中方一道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以六个更为指引 全面加强政治 经贸 安全 民间等领域合作 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这符合越中两党 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利益 海上分歧只是越中关系的一部分 相信双方能够本着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 越中两国在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和平 合作 发展等方面拥有相同理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全球倡议 旨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完全符合国际法 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越方坚定支持 并愿积极参与 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 越中密切多边协作 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对于两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这次访问 必将成为推动越中关系更上一层楼的历史里程碑 并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会谈后 两党总书记共同建政双方签署的 双边合作文件展示 涵盖共建一带一路 检验检疫 发展合作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运输 地方合作 防务和执法安全合作 海上合作等三十多个领域 阮富仲邀请习近平进行小范围查序 两党总书记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继续进行深入沟通 两位总书记都认为 中越作为友好近邻 理想相同 理念相通 作为好邻居 好伙伴 好兄弟 好同志 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具有天时 地利 人和的独特优势 双方应该继承老一辈领导人地结的传统友谊 共同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 走好各自的现代化道路 实现互利共赢 美美与共 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地区和平与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双方同意发表 关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当晚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夫妇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夫妇 共同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盛大欢迎宴会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等高层领导人 全部陪同出席 蔡奇 王毅 王小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3日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河内主席府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 以及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就此次习近平越南之行 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 中越双方宣布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来听听他对于中越双方未来经贸合作 有着怎样的期待 一带一路强调发展战略对接 中国有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越南也有类似的梦想 所以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口号 就是重要的标识 就是两郎一圈 它的重要的战略意义 就在于越南是一个长条性的国家 那么北边经济上跟中国联系更紧密 所以通过两郎一圈实际上 把越南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 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 经贸投资合作仍然往来普通吧 这就是把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们讲的周边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机 所以对于中国当然 我们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的经济的互联互通 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现在的中越经贸合作 发展市场非常好 两个都市新型经济体 尤其是越南 承接了大量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我们的经贸合作里面 从原来的边境贸易 商品贸易 农产品贸易 到现在的像旅游啊 现在的服务贸易啊 现在的包括跨境电商啊 智慧口岸啊 数字化了 绿色啊 能源的转型呢 投资这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讲的会把中越关系提升到 更有战略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的深的高度 这也符合我们高质量 共建一带路的这个行为的理念 中越两党两国共守和平安宁 共谋发展合作 共创繁荣富强 必将走出一条 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阳光大道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您是如何解读中越关系新定位的呢 新定位来说的话 体现出中越两国领导人 为中越两党中越两国的未来 规划出的新的路线图 新的方向 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来看的话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变 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 这样一个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 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 中越两国加钱方方面的合作呢 应该说体现出两党 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所以呢要维护世界和平 能促进世界的发展 那么这是两党两国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任务或者使命 那么从地区层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呢 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呢 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秩序 和地区格局的方方面面的调整 方方面面的变化 大国呢在这个地区不断地 施出所谓的战略竞争 那么通过这种竞争呢 来企图保护 包括美国在内的这样相关国家的地缘 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 这种政策呢 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呢 带来巨大的冲击 中越两国家庭合作呢 对地区的稳定和平发展呢 应该说会发挥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那么从中越两国关系 两党关系来看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应对 这个面对的相关的现实问题 比方说政治层面 家庭合作 从安全 从互利合作 从人文基础 从这个相互关心的地区问题 以及从人文等各个方面的交流 来加强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只有合作来看的话 才能够体现出中越两党 两国人民共同努力 在这个地区呢 给地区给国家提供利好的 这种基本的追求和努力方向 所以这次中越两国领导人 在这个会谈当中提出来 新定位呢 我觉得是一种这个方向性的指导 那么同时呢 在中越两国两党 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问题上呢 我觉得也达成了新的共识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举行会谈时啊 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提出了几点建议 其中安全上要深化互信 国际地区问题上要密切协作 那么您对此作何解读呢 这应该说呢 是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了中越两国合作的方向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从地区来看的话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呢 由于大国在这个地区推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那么拉邦结派威逼利用一些国家的选边战队呢 成了包括美国在那些国家的主要的做法 所以不管是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 那么这种政策选择呢 其实已经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呢 带来的巨大的冲击 所以从应对地区的这个挑战来看的话 中越两国两党呢 必须要加强全面的合作 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持地区的现在良好的发展态势 毕竟呢 我们看到那么在欧洲 在中东现在战端四起 在亚太地区呢 正是由于像中国像越南这样一些国家的 这个共同努力呢 才保持现在这种稳定状态 才保证了现在这种经济发展比较强劲的势头 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考虑 那么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中越两党两国同样也是 这个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在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一些挑战 在对付包括新冠病毒 包括在防扩散气候变化方面呢 中越两党两国呢 同样也在做出自己的努力 所以从地区来看的话 应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呢 也是纷繁复杂的 那么有些国家在南海搅局 有些国家呢 在南海地区希望挑起尸专 这不但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 影响到越南的安全 同样也会对地区国家呢 带来极大的挑战 所以中越两国呢 不管是在地区合作 还是在双边合作上 共同应对上述挑战 我觉得这提出来 我们现在的共同的需要 所以对于地区事务 对于控制这个相关的分歧呢 这应该是摆在中越两党 两国面前的重要挑战 那么比方说各地争议共同开发 南海问题呢 海洋问题呢 这应该是中越两国两党 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个重要努力 而不是与其相反 所以从这个加强分歧管控 加强包括在南海地区的合作呢 现在已经摆到了中越两国和两党 面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方案 重要的设计 重要的这个日程 所以从发展来看的话 只有加强合作 而不被这个意外国家所利用 不被意外国家所搅局呢 我相信在中越两国两党的共同努力下 包括在东南海地区呢 维护和平稳定发展的态势呢 应该是在这个预料之中的 而且呢也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中越密切杰作 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 对于两国和国际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的 谢谢同建群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热烈 喜悦 畅快 人生白胎都在酒里 金门高粱 两岸飘香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暖衣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家品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生灶带 拥有广泛生物活性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灶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这款春西洋生片每罐都有独立小包装 使用非常的方便 一罐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刀39元一罐 现在买6罐再送2罐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家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泡水也成为 现代养生的常用选择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参灶带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灶干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贯的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档39元一贯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档39元一贯 现在买6贯 再送2贯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抗肩除满洗衣液 新乳纤维 根源洁净 强力去除满虫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新上市 避浪 根源洁净 抗肩除满 月报栏12304APP即将上线 敬请期待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沉下心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菲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菲斯 当然海菲斯 米粒虽小 均陌生 勤俭节约 留美名 小心 细菌无处不在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益菌保护99.9% 更有新装沐浴露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领先 印尼新虾肉片 尽家 尽头家 不用虾粉 用虾肉 去壳去虾线 真材实料 配料简单 看得见高端鲜虾肉片 就是领先 盼盼食品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粱酒 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日前 由两岸机构 共同举办的 2023海峡两岸年度 汉字评选活动 吸引两岸 超过1500万人 参与投票 最终 融字 以最高票当选 对此 在13号举行的 国台办记者会上 翻译人朱凤莲表示 一个融字 代表了两岸同胞 共同的心声 可为一字千言 重磅所归 这一个融字呢 代表了两岸民众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 共同的心声 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的 朴素的愿望 和两岸关系的 发展前景 可谓是一字千言 重望所归 我们希望两岸同胞 携起手来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重回正确轨道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走深走实 享受到 两岸关系 其乐融融的 发展红利 日前 新一批台东线 翻译制包装厂和果园 已通过海关总署 注册登记 对此 周凤莲表示 我们也愿意 继续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以岛内有关方面 共同努力 推动更多的 台湾农育产品 输入大陆 为台湾同胞 特别是基层民众 牟利造福 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 贺益阻挠和政治设限 今年前十一个月 两岸进出口数据 衰退了约百分之十六 对此 周凤莲表示 希望两岸同胞 能共同努力 早日实现 两岸经贸正常化 实现两岸经贸正常化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符合两岸同胞 共同利益 反观民进党当局 不仅没有采取切实措施 解除对大陆 歧视性的贸易限制 还不断变本加厉 修改规则 设置障碍 恶意阻挠破坏 两岸经济的正常交流合作 损害了两岸同胞的 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两岸同胞 共同努力 推动两岸关系 重回和平发展的 正确轨道 早日实现 两岸经贸正常化 增进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此外 元旦春节佳节临近 台胞们回乡热情高涨 朱凤莲表示 大陆会积极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 护送台胞们顺利返乡 也希望台湾方面 不要蓄意设置障碍 影响台胞返乡团聚 12月15号 是点岸双向三通 全面启动15周年纪念日 朱凤莲表示 两岸三通促进了 点岸人流 物流 资金流 极大便利的 点岸民众往来 15年来 两岸三通促进了 两岸人流 物流 资金流 极大便利了 两岸民众往来 为增进两岸同胞的 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台湾同胞 也从中受益 这充分说明 坚持久而共识 两岸交流合作 就能够不断深入 两岸关系 就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就能得到维护和增进 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 豪式面包赞助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日前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候选人赖清德叫嚣 不赞成与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 还妄称 服贸协议通过 就会有大批大陆人进入台湾 想台湾人饭碗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回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赖清德为谋求一党之私 故意抹黑服贸协议 杜撰莫须有的威胁 才是砸台湾民众的饭碗 赖清德日前叫嚣 不赞成与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 并称如果服贸通过 就会有大批大陆人进入台湾 抢台湾人饭碗 并且会影响当地的生意 那么请问发言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呢 是两岸双方授权代表 经过多轮的商谈达成的 那历经十年的风雨洗礼呢 越来越多岛内人士 特别是业界认识到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呢 是一份互利双赢的好协议 这一份服务贸易协议 不仅不会伤害台湾业者的利益 不会抢了台湾人的饭碗 反而呢会通过促进两岸服务贸易 进一步的自由化 即便利化 给台湾业者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赖清德为了谋求一党之私 故意抹黑服务贸易协议 杜撰莫须有的威胁 才是真正的砸台湾人的饭碗 此外蔡英文近期在民进党竞选集会上声称 2024年选举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是台湾人民要选择所谓有尊严的和平 对此朱凤连表示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是台海和平稳定 民众扶植利益的最大威胁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民变是非 识破民进党当局的欺骗宣传选举花招 在事关和平与战争繁荣荣义衰退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日前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孙小雅污蔑称 大陆意图干扰2024年台湾选举 赖清德随身附和称 民众应认清所谓大陆借助选举 对此朱凤连表示 台湾地区选举纯属中国内部事务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美方应当兑现承诺 停止向台独释放错误信号 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者 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是装聋作哑 故意的不敢提及 美方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 只能搞些断章取义的东西 来蒙蔽台湾的民众 骗取选票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不会上当 最近美国选者格莱伊等人刊文 提议赖清德如果2024胜选 民进党应该冻结台独党纲 对此朱凤连指出 台独损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独损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与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 要合作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扶持细与国家统一 相信台湾同胞在关键时刻 会做出正确选择 12月13号是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上午时时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越南同胞纪念馆举行 历史不容忘却 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 12月13号成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 照我们一起铭记历史 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好的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暖衣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佳品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参灶带 拥有广泛生物活性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造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这款春西洋生片每罐都有独立小包装 使用非常的方便 一罐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当39元一罐 现在买6罐再送2罐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家品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泡水也成为现代养生的常用选择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参灶带 用来含服泡水泡酒炖汤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皂干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贯的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当39元一贯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当39元一贯 现在买六罐再送两罐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谢 本节目由金门酒厂 金门高粱酒剧名播出 我们再来关注 明镜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赖清德 12号公布最新竞选广告 所谓世界的台湾 作为赖清德的副手交美琴 近来频频出入台湾校园 希望能找回台湾年轻人的选票 甚至叫嚣 两岸维持现状是国际最大公约数 他们的居心遭到外界的批评 在赖清德的竞选广告发布会上 竞选总干事潘孟安宣称 所谓世界的台湾 希望用更高的角度 带民众重新认识台湾文化的灿烂 所谓国际路线 就是赖清德 肖美琴 与另外两组候选人 在格局与高度上最大的差异 潘孟安还不忘叫嚣 2024这场选举的重点 是台湾要在世界竞争中 持续走向自己的康庄大道 而不是走向中国大陆依赖大陆 外界批评纯粹是谋独伎俩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 副职领导人候选人肖美琴 12号走进台湾政治大学 想与台湾年轻人拉近距离 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关心的是 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之后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投给 民进党的候选人 您当时回复的是说 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候选人组合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 并没有很说服我 我们的这八年跟前面的八年相较 确实这个成绩是更为亮眼 自吹自擂 萧美琴还为延长兵役辩解道 台湾必须展示所谓自我防卫决心 并以延长符合现代安全领域需要 在学生关心的两岸关系问题上 萧美琴表示 所谓两岸维持现状 未必是满意的状态 但它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我们认为维持现状 是现阶段的最大公约数 对此国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驳斥道 现在两岸的现状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如分割 维持现状就是不能让台独分裂 破坏了这个现状 面对民调奋起直追的侯康佩 赖肖佩只能反复操弄民粹议题 前明代郭正亮指出 赖清德只会打抗中保台牌 一天到晚在打抗中保台 是 因为 没别的打了是吧 不是啊 不然就去攻击 人身攻击啊 不然就是制造福茂恐慌啊 不然就又回到中共同路人 那种老调子嘛 可是坦白说啊 今年这个选举啊 我认为不喜欢这种意识形态问题的人满多的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赖清德叫嚣所谓世界的台湾 小美琴也声称 所谓维持现状是国际最大公约数 这个双读组合的此番言论 您认为居心何在呢 确实这次的选举是上架台湾跟架空台湾 为什么呢 民进党专门在架空台湾 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把台湾吵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指的是台积电半导体 道理很明白 美国人说台积电如果一旦两岸统一了 美国将会没有这个半导体 所以就把台积电活生生地搬走了400亿美元 这是第一个 接着日本又搬走了台湾台积电的另外一个工厂 那德国也要搬走第三个工厂 这个德国没有成功 我们看到美国搬走了 美国嘴巴安静了 日本搬走了 日本安静了 其实架空台湾就是架空台湾的半导体 上架被美国跟美国所能够叫得动的盟友 还有美国所胁迫的盟友来炒弄台独牌 台湾一旦被上架绝对没有好下场 道理很明白 美国就是在打台湾牌 美国对于主张台独的赖金德 跟主张台独的萧美琴 他们愿意跟美国勾连去打台湾牌 搅弄两岸关系 搞坏整个区域的稳定的一个局势 他们心照不宣 他们乐此不疲 他们认为这样子就能够让他们 在竞选中能够获得利益 可是台湾的选民没有那么好欺骗 我们看来赖金德跟小美琴 这两读搞了半天 民调支持度已经达到了天花板 现在再往下掉 这一个礼拜来的民调 他们从37 38 跌到34 36左右 甚至还在继续往下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本身能够玩的花招 就是这些也玩不动了 因为台湾的选民不买单了 好的 谢谢赖月谦先生 本节目由不用虾粉用虾肉的盼盼领先 印尼鲜虾肉片三日播出 我们再来关注 据团人媒体的报道 胡友宜后援总会会长王金平 12号中午设宴 邀请台湾各地派系代表人士和县市议长参序 其中不少人过去曾力挺红海旗端创办人郭台铭参选 譬如郝龙斌 李秦龙 张荣卫 傅坤奇等 外界解读 此举是为了与挺郭派和解 实现蓝营在地势力的整合成功 王金平表示 相信郭台铭会大局为重 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大家好 我是您新来的好物推荐官暖衣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佳品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参灶带 拥有广泛生物活性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皂干含量更多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都可以 这款纯西洋生片每罐都有独立小包装 使用非常的方便 一罐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账39元一罐 现在买6罐再送2罐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西洋生就是一位很适合的滋补佳品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已经坚持了多年 西洋生泡水也成为现代养生的常用选择 我自己也在服用西洋生 西洋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药材 富含人参灶带 用来含服 泡水 泡酒 炖汤都可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纯西洋生片 只取中段最精华部分 均匀薄切 泡发率达两倍以上 总皂杆含量更多 这款纯西洋生片一贯的是199元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档39元一贯 新品推荐招募300名体验官 本档39元一贯 现在买6罐再送2罐 多买多送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何荣昊 富人好奇 普外查记忆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福建政积极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致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而不少台胞早就来到福建 留在福建 乃至扎根福建 我们推出系列专题节目 成为一家人第三季 继续为您讲述 福建如何成为台胞台起登陆 第一家园的故事 今天为您播出第三集 扎根大陆台青寿宴圈 有梦有爱有家有未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第一批台商跨越海峡 赴大陆投资星夜 如今 越来越多的台商二代继承一波 扎根大陆逐梦启航 台二代寿雁勋 在大陆生活16年 他说 来大陆发展 是最重大 且最正确的决定 在这天热土上 有梦 有爱 有家 有未来 你看怎么解决吧 我已经跟你打了很多电话了 你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还 按什么合同 秋夕 他就跟你说了 我都没有租了 是你自己一直要我租 这样我们冷静一点 我们冷静一点 这边是法院 那您这边的话 因为被告我理解 你这边有一些委屈 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 您这边所主张的 这个房屋租赁的诉求的 房租的金额 按这个合约 我们被告这边要把它支付掉 那同时您这边要求的 这个1万块钱的违约 是不应该再主张 我是来自新北的90捧七年 瘦雁萱 2021年 我加入了厦门市市民区 涉台人民调节委员会 成为了一名调节员 我除了协助台胞 在大陆获得黑滑权以外 我也期望能推动 两岸同胞的交流与融合 那这样子我们刚刚已经 大家都能达成了各自的这个意见 好吧 那我就准备为两位安排这个 调节书的一个签署跟确认 这样可以吗 是 好吧 我们啊 你说 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 第一站是夏美 同胞们都特别的热情 熟悉的闽南语及闽南文化 都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你家往后啊 三十多 三十多年啊 这么久了 这个比较会工程 因为全部都手工要胜串 就专门卖这个 最早是多少钱来的 我都忘了 一块 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是希望说我的人生 可以活出价值 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去活出自己的精彩 父亲跟我说 如果我有远大的抱负 想要去追寻 建议我来到祖国大陆发展 因为祖国大陆的未来 将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我在07年的时候 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了祖国大陆发展 那我想当初的这个决定 也是我至今为止 人生最重大的一个选择 也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好 大家看这里哦 好 我数三项 三 二 一 铁子 这些都是我的团队伙伴 那目前我们团队已经有100多人了 其中台湾医师就有占到30多名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社会群众 已经有超过100多万人次 服务的企业也有超过3000多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妻子的嫌度下 我的事业有了更好的发展 最近我正在忙着扩大经营规模 打算在厦门成立一家二级综合医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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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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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战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邦客户端 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战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